又發生了狗追人的事件 新竹有兩名外籍移工 被一隻小黑狗狂吠跟追趕 跑進了早餐店之後 其中一個人嚇得爬上椅子躲狗 就不小心摔倒撞壞桌子 店內民眾全看傻眼 客人點完餐才剛坐下 卻有兩名女子懸色緊張 跑進早餐店還踩上店內椅子 沒想到其中一人沒站穩 突然向後摔倒 把桌板杆子撞到分離 到底怎麼回事 仔細看原來兩人後頭 跟著一隻小黑狗 看起來沒有牽繩 從路口追進店內 看到桌子被撞壞 小狗也像是知道闖禍一般 趕緊跑走 而店員健壯上前關心 回到事發14號晚上8點多 兩名外籍移工走在新竹湖口香路上 突然遇到小黑狗 對牠們狂吠後 一路追牠們到早餐店 把店內民眾都嚇傻 那隻狗就直接從我們對象那邊 牠就追到牠們我們隔壁娃娃機 然後又追 牠直接追到我們店裡面 看起來應該是有養的啦 狗追人嚇壞民眾 業者沒有要求賠償 但還是希望狗主人能管好自家愛犬 萬一造成他人傷亡 不是單純賠償就能解決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賀 本 中文字幕——YK